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呢 這一支影片呢 是一周穿搭的影片 因為就是冬天到了 其實很多人都敲碗說 有沒有冬天就是 比較有質感一點的穿搭呢 就是今天 所以呢 今天呢 分享的這幾套呢 我都會把資訊放在資訊欄 所以呢 你們有空的話呢 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好 首先 第一套 因為我自己個人呢 真的是有的時候出門 就超級懶的 所以我就非常的喜歡 穿這種你知道 連身的洋裝 我覺得連身洋裝 是完全不需要想說 你下半身要搭什麼 就直接一套one piece這樣出門 然後呢 因為它是羊毛材質 所以摸起來非常的舒服 然後它上面這個呢 它是高領的部分 那高領你當然就是可以 這張套上就好 然後你也可以就是學我 遮一遮 甚至是遮兩遮都可以 當然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臉比較圓 所以我通常就是會稍微的 露出一點點的脖子 這樣子才會讓我的臉 看起來顯得比較小一點 然後呢 這一件呢 它的長度呢 剛剛好可以遮住我的小腿肌 所以我覺得 喔 非常的完美 然後它的顏色呢 我覺得也蠻漂亮的 可是我自己個人還蠻喜歡這種 就是你知道 冬天的時候就穿這種 比較深色一點的 然後呢 我搭配的外套呢 它也是羊毛 而且它是手工羊毛的大衣 我覺得冬天一定要有一件大衣 因為台灣的天氣很沒有像韓國一樣那麼的冷 可是你知道嗎 12月1月有的時候 出去的時候 你還是會想要讓自己就是有一種 置身在國外的感覺 所以呢 一定要擁有一件像這樣子的這種大衣 但因為呢 它比較不同的是 它是羊毛手工的大衣 所以我覺得它摸起來的材質就會比較不一樣 而且相較之下它會比較保暖一點 然後呢 它旁邊這邊 它也有附上這個腰帶的部分 那我覺得可綁可不綁 不綁的話 看起來就是會比較隨性一點 那有綁的話 我覺得會蠻像歐膩的感覺 然後它的長度我覺得也剛剛好 是台灣女生會非常喜歡的 這時候呢 大家就會問說 阿遠所以你到底幾公分呢 我才158公分 所以我每次在選擇一些大衣的時候啊 那種長版大衣 我都非常的挑它的版型 那像這一款呢 它就不會讓我看起來 嫌短嫌矮的感覺 所以這一款我非常的推薦給那種 可能跟我身高一樣 沒有那麼高的女生穿 那再來呢 就是搭配這個靴子 它是方頭靴喔 而且重點是 它的這個跟呢 沒有到那麼的高 所以非常的適合 我這種不太會穿高跟鞋的人 對然後它的跟呢 除了沒有那麼高之外 它是粗的 所以站起來非常的穩 你不用擔心說 可能會有點這樣子 乖乖的感覺 然後因為今年一樣 非常的流行 這種方頭的靴子 所以呢大家可以 稍微的參考一下 它穿起來真的非常的舒服 好然後呢 再來第二件呢 一樣是ONE PIECE 但是呢 它非常的挺 它是一件很挺的ONE PIECE洋裝 這一款我自己個人也很喜歡 而且呢 它旁邊一樣也有腰帶喔 我覺得可綁可不綁 可是我覺得綁起來的話 會讓你整個腰線顯瘦 然後因為它非常的挺的關係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它穿起來好像會有點 沒精神的感覺 因為蠻多女生都會很擔心 像這樣子就是 有這種領子的上衣啊 如果它是洋裝的話 會穿起來很像孕婦 我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這一款完全不會 然後它一樣料質也非常的舒服 然後長度呢 也跟剛才那一件差不多 它剛好就是也可以遮住小腿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腿比較短的女生的話 穿上這一件呢 一樣不用擔心 它看起來呢 會讓你非常的顯長 非常的顯瘦 外套呢 就一樣搭了剛才的那一件 手工羊毛外套 因為我自己個人會覺得說 如果你今天裡面是穿這種 one piece的洋裝的話 外面如果你穿一件短版的 可能有時候要看剪裁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穿那種 長版的大衣的話呢 相較之下呢 它會比較安全一點 至少你不用擔心說 它感覺好像會結兩塊 好像會不太適合 就沒有這個問題啦 然後呢我的鞋子一樣呢 也是穿剛才的那一雙方頭的靴子 然後再來呢第三件 要跟你們分享呢 我覺得比較適合上班族穿 這個是混羊毛的琥珀上衣 然後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顏色應該是 出社會之後的女生會蠻喜歡的 因為它看起來非常的有質感 而且很有氣質 算像這樣子的真枝上衣的話 裡面最好是搭一件小可愛 因為它有的時候 如果你稍微撐開的話 它可能會就這樣子整個打開了 我覺得到了秋冬的時候 就是其實韓國很多這種 類似像這樣子就是真枝山版型的衣服呢 都會推出一系列很多的顏色 可是我覺得這個顏色 是我在台灣比較少見的 就推薦給大家 然後呢 我下半身搭配的其實是 它材質摸起來蠻舒服的 但是我不確定它的質料是什麼 反正這一件它摸起來就是有一種 很冬天然後很保暖那種材質的褲子 對但是它穿起來呢 不會讓你腿顯粗 大家不用擔心 對然後我覺得它的版型剪柴也蠻好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 下半身是屬於那種大腿 就是比較肉一點的女生 可是你們看畫面 其實我這一件整個這樣穿起來 它是非常俐落的 然後呢 我覺得我有點假掰的是 我就是把這個下面的這個褲管 我直接把它扎進去 就是扎到我的那個方頭型的靴子裡面去 我覺得會有點微酷微酷的feel 因為我之前其實有看那個Stylanda的 那個穿搭的那個lookbook 然後我就發現我他們超喜歡這樣搭配的 所以呢 我就搭了一件像這樣子 就是感覺穿起來可以很有氣質 可是呢也可以看起來很有造型的一件褲子 然後呢特別分享一下 因為呢 其實我這一次有多拿了這個腰帶的部分 這款腰帶很酷的是 其實我在拿到的時候 我發現它這邊居然沒有打動耶 因為它其實直接這樣子 直接穿過去它就可以固定了 然後我覺得其實每個人應該都要擁有一條 稍微好看有質感一點的腰帶 因為我覺得腰帶真的非常的重要 因為相信應該蠻多人其實都很喜歡在網路上買褲子 可是買褲子有很大的風險 這款褲子它不一定適合你 它的版型可能有時候太大或太小 所以我覺得這時候 有一條很適合你的腰帶 我覺得就非常的重要 那這條腰帶我覺得它 今天不管是你今天想要把它繫在你的褲子上面啊 或者是你想要把它當作是 one piece 洋裝的腰帶 我覺得都非常的適合 推薦給你們 特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其實平常比較少拿 像這樣子的手拿包 但是因為我覺得如果假日啊 就是大家你知道去約會啊 或跟姐妹套大家出去吃飯的時候 我覺得像這樣子的這種包包就蠻適合 我覺得它應該可以裝水啊 裝有的沒的 對 因為它空間非常的大 好 然後再來呢是第四套 第四套呢是我今年還蠻喜歡搭配的穿搭 因為今年其實就是蠻流行背心的嘛 而且都是那種短板沒有到很長的背心 它應該是半羊毛材質的大V0麻花背心 對 這一款背心它其實它也不是這種常扮的背心 所以你今天呢如果你裡面是穿襯衫的話 襯衫的長度如果沒有到很長的話 我覺得其實可以稍微放出來 我覺得看起來就是會有一種很大學生那種 就是很陽光氣息的感覺 那你今天如果想要穿起來就是比較有氣質的話 那你可以把你的襯衫夾進去 我搭配裡面的襯衫呢是這一件 它是蜜桃絨襯衫 對 它摸起來的材質呢 就是我覺得也非常的適合冬天有保暖的作用 然後它沒有到那麼的薄 其實稍微有一點厚吧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今天你是這樣子搭出門的話 我覺得中午的時間是完全不需要穿外套的 然後因為它的長度其實有點長 如果今天這件襯衫你想要把它當作是洋裝 穿的話也OK 就是搭配剛才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一條腰帶 我覺得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今天呢就是想要穿的跟我一樣的話 那我建議你就是可以把它下面下擺這邊就是扎進去 那這樣整體穿起來我覺得就會有一種很寒細的感覺 然後呢我下半身就是一樣搭配了剛才的那一條 牛奶色的一條長褲 但是呢我這一次呢我就沒有把褲管就是 扎到方頭型的靴子裡面去了 但是我自己覺得第四號穿到非常的適合學生 就是平常去上課的時候做搭配 因為我覺得學生通常就是可能覺得大學梯帽梯等等 之類的這樣出門就好了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今天想要稍微有點造型的話 我覺得可以做這樣子的搭配 而且看起來會非常的有著氣推薦給大家 然後呢接下來的這一件呢它就是撞色版的羊毛上衣 然後呢它的羊毛材質摸起來呢一樣非常的舒服 但是我覺得這個可能要稍微小心一點 就是如果你在洗的時候 我很擔心它會起毛球 但我不是很確定 所以我覺得你可能沒有辦法丟到洗衣機裡面去洗 可能要手洗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撞色的這個風格很可愛 其實真的就非常的適合像這樣子的這種針織上衣 然後是有扣子的部分 那一樣提醒大家就是裡面最好穿一件小可愛 不然的話它可能會稍微有點不開的感覺 然後我下半身呢搭配的褲子呢 跟剛才那件有點像 可是它唯一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比較像是西裝褲的感覺 因為剛才那一件會感覺比較偏向牛仔褲的概念 這一件比較偏向西裝褲 而且這一件更挺 然後材質摸起來也非常的舒服 所以它感覺應該也是那種類似絲布的那種材質的褲子 那它穿起來很挺之外呢 我覺得你不用擔心說它感覺很厚會讓你腿很粗 不會因為它其實版型夠挺 所以就是你整個穿起來腿會非常的筆直 好然後再來呢是第六件 這一件公主袖的絲絨襯衫 那這一件呢我覺得它唯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是你裡面一定要穿小可愛 否則的話它會透 然後呢我自己個人很喜歡像這樣子公主袖的這種襯衫 因為我覺得它穿起來真的超級有氣質的 如果今天它是正韓貨或者是那種韓國代購 或者是韓版衣服的話 就會有這種就是各式各樣風格的襯衫 但是在台灣就是如果我去一般的店家買的話 就比較少像這樣子風格的襯衫 但我真的覺得公主袖襯衫很推薦大家可以穿 因為它穿起來真的會非常的有氣質 然後它穿起來呢除了很舒服之外 我覺得它會讓你整個人很顯瘦 因為它不是那種超級挺的襯衫 所以今天就算你今天可能就是上半身比較肉一點的話 我覺得也看不出來你的身形 因為它整個已經完全都把你遮住了 然後呢我下半身呢搭配的呢也是上一件 就是第五套跟你們分享的那一件 比較像西裝褲的概念的這個 比較挺一點的褲子 對我覺得這樣做搭配其實也蠻好看的 那當然我覺得上半身的這一件四龍襯衫 你下半身如果你想要搭牛仔褲我覺得也OK 你下半身要搭什麼我覺得都很OK 只不過因為我現在呢就是我的衣服有限 所以我只能夠這樣做搭配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整個淺色系的其實也非常的好看 推薦給你們 最後一套呢我自己是想說 最後一套就是星期天的概念 星期天就是非常的適合約會 這時候呢你要怎麼穿 才會讓你的男朋友就覺得哇 像仙女一樣很漂亮 首先你一定要有一件像這樣子 它呢它一樣是羊毛但它是40%羊毛 它穿起來非常的柔軟舒服 它不算高領它也算中領的 對所以就是對於我這種臉型比較圓的女生 我覺得中領就非常的適合我 它就非常的親切 對然後這一款上衣它其實 我覺得它稍微有一點點貼身 所以呢如果今天你是比較擔心你的身型 就是可能你自己不夠喜歡的人 我覺得你就不要挑這個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非常瘦的 那種那種變身的女生 我覺得這一件會非常的適合你 然後呢它的袖子的部分我覺得可捲可不捲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沒有捲的話 它可能長度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捲的話我覺得別有一番風味 看起來也會很可愛 然後它是這種坑條材質的 對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如果你很擔心會有點顯胖的女生的話 我覺得你可能稍微要想一下怎麼搭會比較好 那我自己個人 因為我覺得我的身型是原身 所以我如果要搭像這樣子的上衣的話 我下半身我就會盡量搭裙子 因為我覺得你今天如果挑到一款 可以讓你身型看起來就是比較修身一點的裙子的話 那我覺得你上半身穿三件就會非常的加分 那這一件我覺得它還蠻顯我的腰線的 所以很推薦給大家 那只不過呢我覺得有一些女生可能會有點擔心 因為它的長度剛好卡在一個 會露出我的小腿肌的那一個區塊 所以我自己個人會建議 所以要嘛你那一天你小腿就是多按摩一下 這樣子比較不會水腫 要嘛你今天就是穿靴子或者是穿老爹鞋 我覺得也ok 但是這一件裙子我自己個人也覺得摸起來 材質非常的舒服 它也是那種就是硬挺有貓材質的 我自己會覺得說這樣子搭配的話 它其實就沒有那麼的寒細 它可能比較偏日系一點 然後像這樣子格溫款式的裙子 我覺得冬天也一定要擁有一件 對所以摸起來真的很舒服 因為大部分像這樣子材質風格的裙子 幾乎都是做那種比較短的 但是我比較少看到就是 它是這種長陽妝的概念 然後最後呢也要分享這一條圍巾 它也是羊毛材質的 它摸起來也非常的舒服 而且它是格紋的 而且它寫handmade 它是手工的 我覺得這一條它今天搭配 我以上前面介紹這七道 任何一件上衣 我覺得搭這一條圍巾都是加分的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就是非常的基本款 然後它的顏色其實 我不確定它有摸其他的色系 可是我覺得這一款顏色 它其實怎麼搭都好看 對然後它材質摸起來也不錯 然後其實也蠻挺的 就推薦給大家 而且它夠長 所以你今天想要就是 直接這樣披著也可以 你想要圍著也可以 還有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呢 就是這個耳環的部分啦 這個耳環呢 因為我自己個人就是 自從待過韓國之後 我就發現 哇越簡約的耳環 我自己個人越喜歡 那像這樣子這種款式的耳環 我覺得它就非常的簡單 然後它沒有太華麗的一些 在墜室等等之類的 對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就推薦給你們 那這就是以上這一次 阿遠跟大家分享的 一週穿搭 就連續七件 然後我覺得這七款其實呢 今天不管是上班族 或者是學生的話 都非常的適合你們 那如果你們想要看 類似像這樣子風格的影片 也歡迎你們在留言 底下留言可以跟我說 對這時候你們就問我說 那這衣服哪裡買的 那詳細資訊 我把它放資訊來你們可以去看 那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這支影片點個喜歡 然後記得follow我youtube頻道 還有instagram 然後別忘記切開小鈴鐺 好就這樣 掰掰